三國茶館 三國茶館 歡迎來到三國茶館直播精華 講到夏侯帽 各位對他有什麼印象呢? 我猜應該是負面形象居多 不過大家可能都誤會夏侯帽了 因為歷史中 他坐正常安根本沒有犯過什麼錯事啊 我認為他是一個合格的手將 說他多厲害嗎?同樣沒有歷史記載 給夏侯帽很困難的任務嗎? 他也不一定做得好 他未必能守住接庭 但他能守住長安 這次就來回顧長安守將 講到植物谷就會想到的名將 夏侯帽的故事 你還不知道夏侯帽到底歷史上 哪些事是真哪些事是假 來大家一起來玩個猜謎遊戲吧 我先把你可能會想到的形象丟出來 首先他真的是復馬爺喔 這個是不用懷疑的他是復馬爺 他是敦哥的兒子啦 他是夏侯敦生的 跟夏侯怨沒有關係 那他是不是一個享樂的富家公子 是他當然是富家公子嘛 他爸是夏侯敦耶 是衛國的這個開國元老耶 那他當然是有很好的環境 很好的家世背景 那是可以吃香喝辣的嘛 所以他有那個形象是 基本上應該算是正確的 那是不是沒有能力的草包 其實是問號啦 就也未必說他能力很不錯 可是我覺得這題要打差 先把這個結論講出來 就是他是復馬爺 他是夏侯敦的兒子 娶了曹操的女兒 娶了一個公主 雖然是一個富家公子 但我覺得他能力可能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差喔 那大概有這個基本認識我們就可以來看啦 這個要講到夏侯帽代表作了嘛 一講到夏侯帽就想到子烏谷嘛對吧 到底為什麼夏侯帽跟子烏谷連在一起 我們就來看 喔這是歷史記載喔 這不是小說寫的喔 魏略裡面寫了一個記載叫做說 夏侯帽是安息將軍 政長安 也就是他是長安的主要的這個 發號司令的人喔 指揮者 諸葛亮曾在第一次 就是他要北伐的前啊 跟大家開會 軍事作戰會議嘛 那魏延就提議說 我聽啊夏侯帽他就是一個這個 富貴人家 喔這個女婿他根本就沒有能力 他只是靠著他是 曹操他們家的女婿的富馬爺 其實他怎樣 既軟弱又不會兵法又沒有謀略 那今天只要你給魏延我五千金兵 然後載著一點糧食 不用太多糧食 我們冰櫃神速 直接走這個植物谷小路 我只要十天就可以到長安 然後只要一到長安口啊 夏侯帽聽到魏延突然來了 哇他一定會嚇死 喔我魏延鼎鼎大名 我魏延天下無敵 夏侯帽一聽到魏延的名號 一定會乘船逃走 每次聽到植物谷之際 最常見的變得的一些 支持出剛剛說的說法就是 魏延的這個計謀實在太險了 怎麼可能達到一連串的小盒 你要走植物谷小路又要很快的到達 還要人家被你嚇跑 然後還要 諸葛亮跟你可以準時會合 然後曹衛援軍都還沒來 你們就已經把這個長安隱系都搞定 這個風險太高 所以諸葛亮是正確的 諸葛亮不用這個計謀是正確的 魏延的計謀是錯誤的 另外一種就是說 其實諸葛亮你每次都採取 比較謹慎很穩重的 可是你小國打大國 你就是該冒險啊 魏延這個冒險的計測 雖然很冒險 但如果一成功真的就是大成功啊 所以要聽這個才有道理 可是我覺得 聽過我平常就知道 這個東西是最多人討論 可是我覺得不對 這個東西不用討論 因為我從前提就不相信 柳玉的觀點就是 我根本就不相信魏延提出子無骨之計 老觀眾都聽過了 那新觀眾就想說 蛤真的嗎 子無骨之計為什麼不是魏延提出來 因為首先魏略根本就是魏國方的記載 他怎麼會知道魏延跟諸葛亮 討論了這麼細節的東西 好啦你可能會說有風聲啊 或者是有些 可是我就沒有很相信 第一個原因是魏方的記載 第二個原因是 魏延是個懂兵法的人 而且他在歷史上 他每次出征 其實勝率是蠻高的喔 諸葛亮用魏延當前鋒的 打的好幾次仗 都是勝利的喔 順便再澄清一次 諸葛亮沒有不用魏延 說諸葛亮不重用魏延的人 都在講屁話 諸葛亮超級重用魏延 而且他用魏延當先鋒的時候 都打出好成績 好所以魏延是軍事能力 戰略能力很強的人 我實在不相信戰略能力很強的人 會講出一個這種戰略觀 這個戰略觀完全在賭運氣 賭的就是一件事 下紅帽聽到魏延一來 一定會逃走 怎麼可能啊 就連阿斗都不會這樣子吧 要我呢 我們看完這兩段記載以後 其實信息量太多了 第一個 我就說魏略的立場 其實對於諸葛亮跟魏延 其實是應該算是有點不友善的 所以魏略有點就傳達說 你看諸葛亮有多厲害嗎 也沒有吧 他內部也有一些小矛盾嘛 可是其實與其說他要黑諸葛亮或黑魏延 好像不是 他黑最多的人是下紅帽吧 對不對 那我看完這兩段就覺得 你到底要黑誰啊 你要黑諸葛亮很保守很膽小嗎 還是黑魏延很笨嗎 可是我覺得沒有 他真正要黑的大概是下紅帽 很弱 有點像是魏方後人 就是普遍都認為下紅帽是個沒有能力的人 那多沒有能力了 他們的相傳就是說 下紅帽真的很糟糕很差勁耶 連蜀漢都知道啦 連這個諸葛亮跟魏延在開這個軍事會議的時候 都覺得說 哎呀只要一隻騎兵來 下紅帽就會害怕的跑走了 所以其實他真的要黑人 我覺得是下紅帽 那我們來說三國志 就是承受筆下三國志 到底有沒有寫到下紅帽的 因為我覺得剛才就說了 魏略那個我其實覺得不太可信的 三國志中說到 下紅頓他有一個弟弟 他有很多兒子 那都封喉 曹操把他的女兒 嫁給了下紅帽 那那個女兒就是清禾公主 然後下紅帽 當過中尚書 當過安息政東將軍 賈捷 注意一件事喔 他的職位都很高 你可能會想說 他職位高就是因為他是下紅頓的兒子 可是下紅頓的兒子很多 其他人都沒有當到很大的將軍 都沒有賈捷 就只有下紅帽有 所以你要說他的能力很差 我會有一點點不相信 或者至少要說 在下紅頓的眾多兒子裡面 下紅帽是能力最好的一個 我敢這樣說 因為其他人都沒有記載啊 如果只是年紀比較大 他做不好 其實他就會被罷掉 或者是他就會被撤掉 他當過好幾個職位 都是大的位置喔 而且他可以當好幾年 也沒有出什麼大事 說什麼慰言 只要一來他就會逃走 這個是存在想像中的嘛 至少他沒有真的屬漢來 然後他打敗仗 然後他逃跑什麼的 沒有啊 當然啦其實後來西邊 你會發現 他可能也不太會出包 因為畢竟有郭懷啦 有曹征 有這些更在第一線的人扛著 這當然也沒錯 可是夏侯茂也是一個掛名長官啊 他同樣的在長安啊 同樣在西邊 好長一段時間啊 那都沒出事耶 所以夏侯茂不差吧 而且夏侯敦是愛讀書的喔 夏侯敦自己愛讀書喔 所以我在想他兒子多少都會讀書 所以夏侯茂應該是有受過教育有讀書 他可能不喜歡啦 等等我會講到 他的家裡可能是讓他讀書的 然後也讓他學過一點這種兵法武略 然後要出去外面指揮軍隊的 他可能在文武方面都會一點 但他都不喜歡 他是真的愛玩樂 可是他的能力我在猜啦 應該是不差的 那這邊也講到他當這種安息將軍嘛 賈傑嘛 然後還督官中 都是不容易做的事情啊 所以我才會一直在強調說他真的 你要說他是草包是 沒道理 再往下 來 終於講到這個有趣的地方了 剛剛說這個小愛好的部分 小屁號小愛好的部分 夏侯茂在西邊的時候 他坐鎮到這個 因為西邊算是一個戰線喔 代表他離開家裡嘛 他常常可能不在家裡 那他不在家的時候 或者說他有時候 跟他的這個原配嘛 公主嘛 他只要找到機會 他就養小老婆 他養了很多小老婆 養了妻妾 還有這種歌技 就是幫他跳舞的啊 表演的啊 所以還有很多小妾也好喔 然後歌舞的這種舞技也好 然後這個清禾公主就很不爽啊 我堂堂也是曹操的女兒耶 喔你竟然敢這樣子對待我 所以公主想要讓夏紅帽吃吃苦苦頭 然後夏紅帽的弟弟也想要弄他 夏紅帽的老婆跟弟弟都想要抓到他的把柄來害他 他們就共同捏造一些罪名啦 去講夏紅帽有各種不良的這些事蹟 當時的皇帝已經又不是曹皮了 你看曹皮是喜歡夏紅帽的嘛 這時候已經是曹睿了喔 所以曹睿想說 都有人告狀了 尤其是這個清禾公主都來告狀了 所以曹睿總是要受理嘛 他就是叫人把夏紅帽抓來 抓來以後其實本來是要重重的處罰 甚至要殺他的喔 哇差點被砍啦大老婆的逆襲 這個大老婆的逆襲夏紅帽差點GG了 弟弟跟嫂子有一對 你是懷疑好像有點道理喔 夏紅帽在外面亂來 那是他弟弟也跟他老婆亂來 然後兩個人一起要把這個正牌老公給弄掉 欸好亂喔這什麼公鬥劇啊 一去追查發現還真的是公主跟夏紅帽的弟弟 這個弟弟叫做子張子江 這個夏紅子江是誰根本就不認識 因為歷史上沒紀錄我就說了 夏紅頓有一對兒子 可是其他兒子像這兩個人 其實這兩個人可能比夏紅帽更廢喔 這兩個人我不知道他們幹過什麼事啦 他們幹過的事就是陷害夏紅帽啊 就是在這邊誤告他嘛 所以啦 講完了我就說了 其實今天的這個歷史其實也偏少 再補一個小八卦 大家腦中想到公主很容易想到的就是 比如說漂亮的 然後年輕貌美的人 超低低的就像公主 可是我告訴你喔 清禾公主 離一般公主的印象應該很遙遠喔 當然這個也沒有絕對證據 不過從歷史上來講給你聽 首先清禾公主是怎樣的人 他是曹操女兒 那曹操女兒到底長得正不正 我們就要打個問號 因為據說曹操是不好看的 這點在一些野史都有講到 據說曹操不好看 所以他的女兒怎樣 有可能不好看 有可能我沒有說一定 然後他的生母是什麼 是曹操比較早期的一個妾室流氏喔 不是後來的那些 他後來那幾個有名的夫人喔 所以代表他很早就生清禾公主 所以清禾公主的年紀是大的 可能比曹操的其他兒子都還要年長 所以清禾公主很可能比夏侯帽大 所以你就想想嘛 夏侯帽娶了一個比他年紀大 然後可能又不好看 我不知道啦可能啦 那他想要娶年輕貌美的小老婆 我們好像也可以想像 古代的男子的心理 古代喔沒有說現在 可以這個三七四妾喔 如果你真的要說記載中 夏侯帽有做了什麼壞事 就真的只有妻妾多 然後不好軍事 不好軍略 就是不務正業啦 你明明是被派到這個 去督關中的 明明是被派到西邊防線 長安防線 應該要多花點心思在軍事方面 但你卻去顧一些你的小愛好 好像不太好 可是他也沒有做到什麼大壞事情啊 總結我就會說其實 先把這個之前以前 對夏侯帽的印象可能要擺一邊吧 夏侯帽真的沒有很差 甚至你可以這樣講啦 他是夏侯敦的兒子裡面能力最好的一個人 真的廢的可能是其他人 其他人更廢 因為其他人都沒有別的表現啦 那我講給你聽喔 小說裡面更有趣 一模一樣的話 但是他把魏妍講的話 又加油添醋了一點點 魏妍跟諸葛亮獻祭的時候 他是這樣提議的 他說 夏侯帽奶高粱子弟 那前面這個高粱子弟什麼意思 他只會吃飯啦 我跟你說啊 丞相 魏妍在跟丞相 在跟諸葛亮講話嘛 丞相我跟你說 我看那個夏侯帽 只會吃飯啦 因為高粱子弟 高什麼意思 高比較是油脂的意思 油脂 比如說豬肉 肥肉 那個肥肉就叫做高 然後糧是什麼樣 精緻的稻骨 精緻的這個糧食 魏妍在講這番話的時候 感覺有個人中槍了啦 他斗想說 好大的膽子來了 把胃炎給我抓起來 你說誰只會吃飯了 蛤 你是在諷刺症嗎 沒有啦 我開玩笑的啦 這只是開頭的梗啦 因為兩個人的圖長太像了嘛 那我呢 這個小說中還補了一句說 其實我把夏侯帽放回去也沒什麼啊 得到薑毀就夠啦 這個博月比夏侯帽 搶百倍千倍萬倍啊 夏侯帽只是一隻鴨子耶 博月是一隻鳳凰啊 哇 原來你是高粱鴨啊 你招牌可以說孔明唯一認證 這個不是九天選女唯一認證的喔 諸葛亮認證唯一鴨子 無放夏侯帽如放一鴨耳 成像唯一指定品牌 夏侯帽高粱鴨 這個店開出來三國米 內行的三國米 像我們知道這種細節三國米 哇賽馬上去捧場好不好 夏侯帽高粱鴨耶 保證好吃吧 不要下掰好嗎 今天的故事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訂閱並且打開小鈴鐺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訂閱按讚留言 就是我創作最大的動力 我是說出了劉玉 我們下次見